第三个 拿非货币性的资产进行投资 不是拿货币投 是拿非货币性资产来投资 这个记住了 视为什么 所有权转移了 视为资产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财产转让啊 看出来了吗 这一视为财产转让所有权转移了 你把财产一投到了公司 所有权不就转移到被投资方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资产转让行为 看出来了吗 按理来说应该交税吗 交啊 但是这时毕竟你是作为投资啊 这一投资意味什么 你只是取得股权呢 你实际上没有得到现金流啊 所以这时肯定要交税 但是呢 因为没有实现真正的现金流 很有可能你得要 还得掏出来现金 还得去交税 会影响您的这个现金流呢 所以这里第一个告诉大家 就给了税收优惠了 只要你拿非货币性的资产对外去投资 这个是首先税法告你 必须得确认为资产转让所得 交税是没得说的 肯定得纳税 但怎么交呢 递延五年 给你的优惠就是 在不超过五年的期限内 分期均匀记录到相关年度的所得 分期纳税 交是肯定交 但是分期去交税 为什么 考虑到让你一次性交 你交不起呀 知道吗 这就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投资 带来的特点是什么 你只是取得股权 你看我举一个例子 您看您别不相信啊 您交不起 我这是投资方 看见了吗 你这是被投资方 这是相当于我这个作为股东 我进行投资 我拿什么投啊 我拿的是非货币资产 我拿一块土地 这个土地当时我是从政府那拿来的 当时土地的账面价值 进来的时候账面的价值是多少钱 五千万 我当时取得时 我就入到固定资产了 我现在是拿这样的固定资产来给你投资 把土地就作为投资入股了 看见了吗 我这个土地一投资给你企业的话 因为是投资入股 我只是变成了你对方的股东了 我只是取得了股权了 我获得了在公司中的股权 我赚钱了吗 我获得钱了吗 我没获得权 我没有获得现金流 只是取得了股权 无现金流 你没拿到任何一笔现金流的收入 但是交税吗 必须得交 这个时候你拿非货币性资产来投资 这就视为是土地 土地的所有权不就发生转移了吗 所以就要确认转让所得 确认为资产转让所得 这一所得怎么确定啊 是拿你这个土地的公允价值 因为你投资完以后 不得这地进行评估吗 你当时拿地史账面的价值是五千万 好吗 结果这一投资入股时不得要评估作价吗 你学公司法不就说吗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必须两点 第一要评估作价 第二个必须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同完了这地就变成人家对方的了 这一评估好家伙 房地产土地都是升值啊 当时是账面价值五千万 现在评估值两个亿了 好吗 这个时候你在确认转让所得的时候 一定是拿这个土地的公允价值两个亿 扣去你原来土地的成本五千万 看见了吗 这样获得的所得得交25% 企业所得税 哇塞 这个投资方说了 哇塞 1.5个亿啊 我哪拿1.5个亿 乘以25% 我哪趁那么多钱呢 你交税不得通过现金流啊 真金白银得交啊 企业说我掏不起 你把我都卖了 我现在我也交不起这税 因为我现在只是获得了对方的股权 我一分钱现金流也没得到 好 您让我还得掏这么多的钱去交税 我掏不起 我没钱 所以考虑到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你只是获得了对方的股权 但你实际上没有实现现金流 交税的时候 让你一次性的交太困难了 所以这时怎么办 您交的这个税不用一次性交 您就给分五年慢慢去交去吧 不交是不可能的 但是分五年慢慢来交 这原理通了吗 实际上就这种情况 分期去纳税 享受这个地盐是要有条件的 下面开始必须投给谁 必须投给要么是新开办的一个企业 就我开公司 我作为股东投 要么就把资产注入到现存的 我这公司里面都行 但必须是身份看好了 投给居民企业 对象清楚了 转让的所得怎么确定 我刚才讲了 拿评估后的公运价值 扣去这资产的原账面价值 确定就是转让所得 清楚了吗 就我刚才举例子 拿你评估的两个亿 减击你原来账面的计税成本 减完就是转让所得 什么时间确认 看好了吗 你取得股权呢 因为你是股权投资方式 所以就不是协议生效时 一定办完了什么 股权登记手续时 股东名册上明明白白 白纸黑字 写着您的名字了 您才需要确认收入实现 这跟股权转让是一样的 你现在是投资 你得真正变成股东了 以后办完了股权的登记 确认收入实现 好了 这就可以了 但是在账务上的处理时 就出现两方不一致了 同资方 因为你收入是让你分年来计税的 看出来了吗 你在收入确认时 是分五年来确认收入的 所以在截转成本时 取得股权的成本 不能一步到位 是拿你原计税成本 加每一年逐年确认的转让收入 逐年五年到位 必须要分五年才能到位 而不能一次性 像我刚才举那例子 我把土地投给你这公司了 我取得了股权了吧 这股权的成本 不能直接按两个一确认成本 因为你是分五年来交税的 所以你这个成本 也必须是先拿初始的五千万 再加上每一年确认的转让收入 交税那部分 确认 但是作为背投资方 不用 一次到位 一次就可以到位 您接受这个资产了 两个亿 您就直接按照公允价值两个亿 直接进入到你的接受资产成本 您就进账了 土地公司您就进账了 然后您就该提着就提着 就该探销探销了 所以在账务处理上 双方的计税是不一致的 看好了吗 投资方是分五年才能够到位 背投资方一次到位 好 这个大家明确了就可以了 所以以后呢 我们不管是作为投资方 还是作为被投资方 我们接受非货币性资产 如果投资 投资方知道怎么来交税 被投资方应该知道 怎么去入账 好吗 好了 紧接着看第六点啊 给了你五年的地盐纳税了 那就因为在五年内 实际上有限制 五年内如果发生了 又把这股权转让了 或者又注销了 说在投资的五年之内 把上述形成的股权 又转让了 立即停止地盐政策 把没交过的税 一并在收回转让的 当年汇算清缴时 一次性的计算缴纳所得税 看出来了吗 所以你第一年第二年 没问题都分进去 到第三年 好嘛 您不干了 股权转让了 这时就别再地盐了 你已经都不是股东了 第三年转让时候 把后面两年没交的税 一次性都要交齐了 等你一次性交齐的时候 你的股权成本 就可以一次调整到位 注销是一个道理 所以只要在五年 还没有期满 您发生股权发生变化的 把没交的税 一律统统都要补上 就可以了 好了 这没那么可说的 这就是第三 所以关于整个的 这个非货币性的资产投资 以后再起用的非常多 好吗 这就产生了一个 视为资产 所有权发生转移了 它视为财产转让 因此这个财产转让 如果是一个法人股东 它涉及到起税 如果是一个自然人股东 叫个人所得税 所以关于这个投资方 刚才说了 投资方将这个财产 投到了公司里 投到了公司 比如甲跟乙 两方开设了一个公司 我们拿这个例子举 这甲是一个法人公司 本身就是一个公司 这乙是一个自然人 看好了吗 如果这个甲拿的是什么 拿房子 厂房来进行投资 这个乙呢 本身呢 是拿汽车来进行投资 都是非货币性的资产 这样的话 投到了公司 都意味着财产的所有权 都变成谁的了 所有权都变成公司的了 公司不就人格独立了吗 这个时候甲跟乙 都要确认财产转让所得 都必须按照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 在扣去你原来资产的 账面价值后 确认转让所得 然后法人股东 您就交起税 个人股东 您就交个税 知道吗 都逃不了 都必须涉及到 有所得税的问题 好吗 流转税是归流转税的 该怎么交怎么交 咱就说企业所得税 所以这个涉及 起税跟个税的问题 OK 这就可以了 只是在起税当中 给了一个什么 五年 地盐纳税 个税 道理是一样 这是一个政策 好吗 好 这个大家清楚就可以 不管是法人 还是个人 在这个投资转让 所得里面交 所得税的时候 都给这地盐优惠 好了 这就可以了 这就收入当中的第三个 都听明白了就可以 好多根本就不用背 你就花时间 把它弄懂就行 第四个特别提到 转让的不是一般的公司 是上市公司的 什么股 这里有一个限售股 大家首先先把这个限售股 是什么意思 大家先搞明白了 好吗 这个限售股 实际上就是说当初中国企业 在进行股份制改造上市的时候 这个上市公司里面 原来是两个部分 有一部分是流通股 直接就可以挂牌的 还有一部分是非流通股 知道吗 是不允许流通的 那么慢慢慢慢的呢 就出现了这部分的非流通股 可以什么 可以转为流通股了 知道吗 就解禁了 这个非流通股呢 原来是禁止流通的 现在叫解禁 解禁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让这些非流通股的股东 通过购买这种流通股 慢慢慢慢把性质就转变成 变成流通股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流通再转让了 这就叫限售股 所以这几年股权分制改革 就会出现 把非流通股都变成了什么 流通股了 而恰恰这种非流通股 一般是两种情况 一种呢 它的持有人是国家 股有股 它不让你流通的 这叫往往是非流通股 还有一部分是什么 员工 职工 持有的 就自己内部的员工 搞股份制改造时 也买了自己企业的股份 这部分往往也是属于非流通股 慢慢慢慢的 现在呢 就开始放宽了 就允许他们 尤其是这个员工持有的股份 就可以流通了 就可以进行转让了 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 转让这样的一些个股 这种股份 把它通常叫限售股 清楚了吗 这些限售股的话 下面就出现第一种 企业转让的是替谁 带个人持有的限售股 虽然这个股份是员工购买的 但是没有挂在员工名下 为什么没挂在员工 是因为基于当时股份制改造的时候 它限于有人数上的要求 因为员工太多了 一千多人 写每个人的名字 这就太麻烦了 所以往往员工持有的股份 都有谁呢 都有企业代持 这不就我们公司法里面讲的吗 奔正实际出资人是职工 但是呢挂在谁的名下 挂在企业名下 企业等于叫名义股东 挂盘的名义股东 员工叫实际出资人 你学完了公司法 专门讲名义股东 跟实际出资人的关系 名字是挂在企业名下 股东的名册 工商的登记 写的都是企业名字 实际上这股不是企业的 是员工的 于是出现了 这一解禁不就可以卖吗 这一卖员工没法 自己亲自去转让 这时只能通过企业 挂的是企业名字 所以他就叫转让 替个人持有的线售股 这一转下面看好了 那谁是纳税人呢 真正的股东本来是员工 但是挂名挂的是企业 这个时候告诉大家 站在公司法这角度 我们是用刑事要件 来判定股东的资格 写谁的名字 我们就认定为 谁是公司的股东 所以这时他就不是 用实质重于刑事了 他是刑事重于实质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因为转让取得的收入 应该是作为企业的应税收入 计算纳税 所以这时候是把企业作为纳税人 并不把员工作为纳税人 看出来了吗 写谁的名字就视为是谁的 所以这时转让是视为企业的转让所得 不能视为是员工的转让所得 而这个转让所得非常简单 拿你卖得的转让股的限售股收入 减去限售股的原值和合理税费 但是考虑到这个历史的原因 当时员工在买这个企业股份的时候 压根就没凭证 明白吗 连这个凭证都没有 不知道多少钱买的 这是很正常的 这样无法提供限售股的原值凭证 也没法核算他限售股原值怎么办 那就一刀切 一律按照收入的百分之多少 15来核定他的原值和合理税费 看完了吗 那就说无法提供原值凭证的 直接拿收入乘1减15% 核定出他的转让所得 这个15考试时是不给的 需要大家得自己记 自己记住了 好吗 这样的话谁来交税 是判断为作为企业 转让股权的收入 不是为是员工 所以你企业就必须得交税 所以既然你企业交 交的是企业所得税 看出来了吗 得按25%交 起税的税率是25 当企业把这税交完之后 再从名义股东 转给了员工个人的话 还交税吗 就不用再交税了 再交那就行 人员工说我都冤死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只争一道税 这是转给员工 员工就不需要再交个税了 企业也不用再交一次了 好吗 好 这就是企业代个人 因为是代持这种身份 名字写的就是企业 所以当这样的一个 限售股转让时 就要由企业来作为纳税人 交企业所得税 交完之后再转给职工时 他不视为是股权转让 所以就不需要再交税了 就交第一次税就可以了 OK 完成任务了 好了吗 这就是转让限售股 怎么叫限售股 知道他的原因就可以了 下面说了 因为法院判决 这样的原因 通过登记结算机构 企业把代持的限售股 直接做变更 变更到员工名下的 这个不视同为转让限售股 是法院直接判的 本来原来是代持啊 现在就是由 这个真正的由员工直接了 他是直接通过证券登记公司 他不是通过上市挂盆 这就不是为转让限售股 好吗 好 这点大家清楚 这就可以了 好 我们练一道题 企业如果转让 因为股权分支 所持有的限售股 转让了 获得了收入六千万元 但是不能提供 限售股的原值凭征 这样在计算所得税时 这个限售股的原值和税费 如何核定 不就拿收入的百分之十五 一刀切吗 所以你需要得记住这十五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直接就是九百万 好了吗 好了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点啊 再接着 在这个限售股解禁之前 还没解禁 不能自由挂盆 结果就出现了转让限售股 就内部之间啊 可能会 员工之间就互相可能有转让 这个交不交税 第一点 企业应按照减持 在登记结算机构 登记的限售股 你不是减持吗 取得的全部收入 都要记入当年的应税收入 计算纳税 就是在解禁之前 发生转让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减持 在登记结算机构 登记的那些限售股 减多少 就视为是转让收入交税 在解禁之前 只是签订了协议 给售让方 但是一直没有办 股权变更登记 还是挂在企业自己的名下 这样企业实际 减持着这个限售股 取得的收入 在交完税之后 余额再转给售让方时 就不用再交税了 这不就刚才说的吗 你企业的名字 所以企业在减持时候 视为转让收入 交税就行了 再给售让方 就不用再交了 最后给他解读 听好了 只有在哪 在登记结算机构 真正办完了过户登记的 才能视为是收入确认时限 因为股权才能真正发生了 变更了 股权真的发生变更了 这样才视为是转让 你不在登记结算机构 办这个股权变更 哪怕你是减值 你没有办变更 不视为转让 理解吗 举个例子 大家就能清楚了 看好这例子啊 A公司持有假公司限售股20万 当时买的是限售股 不能流通的 当时这20万股花的就是20万元 每股一块钱 现在因为资金需要急需资金 所以怎么办 所以他就想把这20万的限售股转让 他需要钱呢 这是限售股 所以他就内部协议转让给了B公司 因为是非流通股嘛 他又不能挂牌卖出去 他只能跟B公司签了一个股权转让协议 限售股转让 坐价就做了多少 一下升值到300万了 升到了300万 所以A先以协议的方式 将这个非流通股转让给了B 看见了吗 只是签了协议 有在登记结算机构办过户了吗 没法办 办不了 它是非流通股啊 本来是不能流通的 B公司拿到这个股份 又以450万卖给了C公司 B又接着又跟C之间又签了一个转让 又把这非流通股又转让给了C 这两次转让都是签了协议了 都没有在登记结算机构办过户 既然没办过户 实际上名字还是谁的 它还是A的 看出来了吗 当限售股一解禁之后 看好了吗 因为还是A的名字呀 A就把这个限售股就正式抛了 变成流通股 它就卖呀 这一卖取得收入多少 1000万 取得了1000万 那下面就问 当A转给B B转给C的时候 是否都应该纳税 最终转让这笔限售股 到底所得是多少 看出来了吗 首先A在实际抛售的时候 解禁了 这才真正意味着股权发生变化 这个1000万 交税吗 这个环节才需要纳税 这个B把这股份转让给C 根本没有在登记结算机构办过户 交税吗 不交税 所以A协议转让给B的时候 不发生纳税 B转让给C的时候也不交 只有在什么时候 解禁之后 抛售时才交 而且大税人就是谁 就是A 这是他拿转让的收入 发现了 还就只减什么 不能最后以450万作为成本了 就以当时购买的价格20万 作为你的股权原值 拿收入减去限售股的原值 你有原值凭证 减20万 980万交税 中间的这种转让 没经过登记结算机构 不涉税 好了吗 这就是转让限售股 所以什么叫限售股 限售股的特点是什么 谁来交税 所以我们在讲完了这个限售股之后 一定要注意 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企业代持 替谁代持 替员工代持 代持的是员工的股份 所以这就出现了 企业在公司法里面叫名义股东 员工叫什么 叫实际出资人 懂吗 所以当企业把代持的股份一旦发生转让的话 从公司法这角度 他就认定为企业就是公司的股东 他就认定为谁写了谁的名字 谁就是取得股东的资格 因此转让的时候 纳税人一定是谁 他就认定为企业是纳税人 并不是真正的实际出资人是纳税人 不是的 既然是以企业作为纳税人 所以企业必须要交的是起税 而不是征的员工的个税 当企业把这个起税交完之后 再转给员工的时候 意味着实际上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 就不用再交税了 所以他就在转让这个环节 由企业来交税就OK了 大家只要把这个原理清楚就行 而所谓的这个时候的转让 一定是真的发生了股权的变更了 那就是一定是在证券登记机构 真的办理了什么 结算手续的才需要交税 如果你仅仅是内部之间发生的转让 没有在登记结算机构办股权变更 结算登记不需要交税的 好了 这就是限售股 完了啊 这就是第四 下面再解读第五 再接着说 企业接收了谁的资产 一 政府给您的 第二 谁的 自己公司的股东 注意 化给您的资产 能理解化您的资产 什么意思呢 说白就是送你的 化给您一部分资产 注意是资产不是现金 当化给您这资产的时候 企业是否应该需要交税 税务上 会计上 应该怎么处理 他牵涨到一个会计的处理 还会涉及到一个税务的处理 大家要清楚 那我们下面挨个来看 首先第一个企业接收的是来自于政府 化给您的三种情况 三种情况 大家要清楚 第一种是作为投资入股 化给您的 投资 那就意味着国家对你这个企业是有想法的 他要参与你企业经营 他要当你公司股东的 这种投资化入的 会计上 企业一定把它作为怎么处理 资本金 往往进哪 会计上是要进实收资本 就跟一般的股东投资是一样的 所以评估完了以后进实收资本了 没有进收入 是进入到实收资本 既然进入到实收资本 所以有税吗 无税 不交税 此时等于国家就变成您的股东了 它是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化给你这资产 你账上是进入实收资本的 那税务处理就是不交税 那这部分资产不得进入到你账面的固定资产了吗 按什么价值 进入啊 按照政府确定的接收价值 进物定资产成本 该提着就提着就了 这就是第一个 不受税 会计上一定进哪 进实收资本 资本攻击的 好了吗 好 第二个 化给你是化给你了 不是作为投资 是直接告诉你指定专门用途去用 无偿给了你这个资产 但是必须告诉你要装款专用的 这个时候第二种了 可以作为不征税的收入 那就意味着在会计上 您实际是进哪 视为接受捐赠 您会计上是不是进实收资本了 您一定是进营业外收入了 知道吗 您会计进营业外收入肯定进利润了 但是在税法上告诉你 只要是满足这个条件 具有特定用途的 这个时候税法说它不属于征税收入 因此你在交税的时候再把它调出来 所以得做纳税调检 税法是把它列为不征税 这不就产生税块差异吗 会计进收入 税法说这收入不交税 你不就把它调检出来吗 这就是第二个会计处理 没有进实收资本 是进营业外收入 相当于政府捐给你的 看出来了吗 要想能够不交税 一定必须有这几个字 具有专门用途的 这个时候您价值应该是 进入到您企业时按什么 也是按政府确定的价值 进入到营业外收入 第二个看好了吗 好第三个 除了前两种情形之外 通通都要交税 您首先会计上 肯定是进营业外收入了 就视为是捐赠 又没有指定专项用途 税法上怎么样 交税纳税 所以还用调吗 不用纳税调整了 是一致的 该怎么交怎么交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看按照政府确定的价值 来确认 没有怎么办 按公演价值 该交税交税就行了 这就视为接受捐赠了 所以企业接收政府 划给您的资产就三种 您把它直接进实收资本了 不交税 不涉税 根本就没税的问题 如果您把它是进入到营业外收入了 进一步看这个资产 有没有特定用途 具备了特定用途 满足了不征税条件 您就做条件 不具备这条件了 该交税交税 第一个 好吗 好 这是三种情况 但如果接受的是股东 划给您的 简单了 就变成两种情况了 就没有第二种情况了 如果作为投资 跨底上是作为资本金 进实收资本的 那跟政府划入的一样 属于什么 不交税 完了 就可以了 但是得按照公演价值 确定资产的计税成本 这个时候是不征税的 因为你是进实收资本了 第二种 直接就寄营业外收入了 营业外收入了 该交税就交税了 按公演价值 确定资产成本 就可以了 所以它就比政府呢 少了一个 什么专项用途 专项用途呢 只能是政府规定才有 股东不可能 好了吗 所以这就是来自于 接受股东跨入资产 现在挺多的 现在挺多的 尤其是发生在 企业和企业之间 以后我们实践当中 经常出现 这一方是母公司 这一方是子公司 本来都是独立的法人 各交各的企业所得税 但毕竟是母子公司 于是就出现母公司 本来就是子公司的股东 甚至是一个百分之百的 一个股东 看见了吗 股东作为子公司的股东 他把一套厂房 厂房 直接就划入到子公司了 那这个时候子公司 社会设计交税 以后就会了 这是就看子公司的账务处理 就看子公司如何进账务处理了 如果子公司把这个厂房 直接就计入到实收资本了 看见了吗 那是作为投资啊 相当于母公司又增加了 对子公司的投资啊 增加了你的股权比例了 这种情况下是不用征税的 看见了吗 但如果他划入你这个资产 你根本就没进实收资本 你只要没进实收资本 这个征税 没商量 正常情况下 白送给你这厂房 你一定要视为接受捐赠 看见了吗 所以这时候要进营业外收入 而且这个划入时 相当于对外捐赠 你这母公司划的这厂房 还得视同什么 视同销售 还得要交增值税呢 看出来了吗 所以只要是无常化给他的 母公司是视同销售行为 要交增值税的 所以子公司呢 既营业外收入是价 加上什么 加上这笔增值税 价还必须按照此时厂房的什么价 公允价 直接进 看清楚了吗 好了 这就是两个 所以股东化到企业的这资产 要么交 要么就不交 不向政府划入的 还有第三种情况 虽然进营业外收入 但有特定用途 你还可以条件出来 股东没有 就这两种情况 好了吗 好了 这些都是工作中 我们经常会用的 希望大家好好把握一下 这就是第五了啊 最后最后一个才是我们的重中之中 既可能考选择题 也重点的是考在综合题里面 很重要 重要就在免税上 两个概念 第一个叫不征税收入 第二个叫免税收入 看出不同了吗 语文要学好 什么叫不征税的收入 压根就不属于征税范围的 这才叫不征税的收入 这个收入根本就不属于 税法所列举的征税范围 不设税的免税可不是 一说免税 首先根子上 它是属于征税范围之内的 按理说是应该要交税的 但它享受了优惠 给它免了 所以它是属于优惠政策 而不征税的收入 根本就不属于征税范围 它不是优惠 你不是国家给了它优惠政策 不是的 你没占便宜 税法说这压根就不应该 列入到征税范围的 它不是优惠 哪些是不征税的收入 选择题 不征税的收入 一般是考选择题 不考计算题 三个 第一财政拨款 第二是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的基金 都是要纳入财政管理 上交给国库的 第三财是 其他不征税 说的就是企业获得的 一些不征税的 这表看完了 我得一一解读一下 得解读 不征税里的第一个 是财政拨款 要想不交税 一定是什么 是指纳入到实行预算管理单位的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这样拨付给他的财政资金 看出来了吗 不是指拨给企业的 是拨给那些实行拨款预算单位的 实行预算核算的 这些吃国家黄粮的 我们的学校啊 医院呢 看见了吗 这些才是属于不交税的 第二个 看好了吗 这就是不征税财政拨款 大家要解释一下地方 所以这是第一个解释的 第二个就是这些行政事业性的收费 比如法院收理的收费啊 工商局收的一些费用 这都上交给国库的 这要清楚 第三个就是这个企业获得的不征税收入 也是财政资金 但是要想能够不交税 一会我们要讲 它必须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这个条件最重要的 就是跟刚才讲的那个化入资产一样 一定是这笔钱 具有什么特定用途的 必须有特定用途的 这个才属于不征税的收入 所以大家把这个三笔不征税的 一定要清楚 好吗 然后再来看四笔 四笔是免税收入 这四笔免税当中里面的计算题 主要重点考前两个 前两个是作为计算题 必考无疑 要清楚 第一个就是国债的利息收入 这是免税的 明确说了不交税 免第二个是企业 居民和居民企业之间 分回的股息红利 这叫权益性的投资收益 是税后的交过的免 这两个首先记住 在会计上都是进哪 进入到本年的投资收益账户了 即到投资收益 就进入到本年的利润中了 所以就会产生税块之间的差异了 因此对于投资收益中的这两笔钱 要做纳税 什么 调检呢 对不对 好了 这俩是必考无疑的 第三个大家注意的 非居民 但得是哪样的非居民 我们在一开始的征税的对象呢 就讲过了 设有机构的非居民 从一个没有上市的居民企业 获得的一定跟机构有关吗 有关的股息红利也免 第二句 从上市公司如果分回的 也是跟这个机构有关系的 但是必须是持股超过12个月的流通股 这样分回的股息才免税 所以这个非居民企业 能有享受分个股息红利免 一定是投给谁的 投给我们境内的居民企业 而投给境内居民企业 再细分是上市还是没上市 如果是上市的 还必须有一个持股期限的要求 这样才能享受免税 看出来了吗 好 这就是第三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在第一个 第一节里面给大家介绍 社机构的跟没社机构的 同样分回了股息和红利 差别很大 你设有机构的分得的股息和红利 那你就可以享受免税 符合条件 你如果在中国连机构都没说 你直接投给我们境内居民企业 分回的股息 那要预体所得税 该交税要交税的 好 这就是第三 这知道就可以了 计算题不考 最后 非盈利性的组织获得的收入 大家只要知道这些非盈利是谁 红十字啊 基金会啊 他们所获得收入 因为是非盈利性的 不交 盈利性的照样要交 好了 三笔不争的四笔免的 都清楚了吗 首先第一个要提醒大家 考选择题的时候一定审好了题 把三笔不争的和四笔免的 千万别张冠礼贷 不争就是不争的 免就是免的 您别混为一盘 您别最后反正都不交税 那那那绝对不一样 不争是不争的 免的是免的 首先必须得清楚 好吗 再进一步解读 这个免税 享受免税的 一定是第一 居民和居民企业之间 也就是说 你一定是来自于境内 分回的投资收益 不能来自于哪 不能来自于境外 境内不就是居民企业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 一定得是直接投资 不能是间接投资 不能是间接的投资 你通过穿刺这种政策 不可以的 那是避税 这样投资 给我们境内居民企业的收益 才免 不包括间接投资的收益 间接投资什么意思 母公司 看见了吗 你先投给了子公司 然后你又通过子公司 又投给了孙子公司 那你母公司从孙子公司那 也会间接分回股息红利 这不免 一定是母公司 直接从子公司那 分回的股息 这才免 这个间接分回的不免 好吗 好 这个一定要清楚 把握好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点 说明 第三 居民和居民之间的股息 还有在中国社机构的非居民 从境内分回的 有关系的股息和红利 都不包括哪个 持有上市公司的 如果你对方居民企业 还是一个上市公司的 只要持股不足12个月的 一律都不免 那就说甭管你是一个居民企业 还是一个设有机构的 非居民 记住了 这两个只要从我们境内的居民企业 分回来的股息 红利 原则上都享受你 但这是一定要看这个境内的居民企业 是一个上市的 还是非上市 只要他这个居民是一个上市的企业 那要求很严 一定要求持股底达到12个月以上 分回的股息红利才能免 清楚了吗 这个要求特别的提示一下 这个持股息 好了 这再说明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 什么叫非盈利的组织 不是所有的收入都免 仅限于下列这些收入才免 不是所有的 接受各单位捐赠的 你看胡十字的收入 主要不就来自于各界捐赠吗 除了财政拨款以外 政府给他的补助收入 这也可以 但都不包括政府买他的服务 那是盈利性的 省级以上财政 民政部门收取的会费 就按照政府规定 他收的那些会员费 还有不争的免的 存在银行资生的利息 都算作免税 前提一定是这两笔收入资生的 得征税收入资生的利息 照样得交税的 只有这些收入才是免 这要考一个选择题 大家理解以后 必须得记住 好吗 解读三 免税的国债利息是免税的 是指的在你持有期间 包括还没兑付的 这些才免 不包括卖国债的转让收益 这是交税的 这俩一定分清楚了 有些新学员一定要叨走清楚了 你国债兑付的利息收入是免的 你卖国债的转让收入是要交税的 这结论记住了 懂吗 好 但是在你卖国债时不得交税吗 你得确认转让所得了 这时候 从你转让的收入里 不仅仅扣去你当时国债的购买价 还可以减去还没兑付的国债利息 因为这个没有兑付的利息是免税的 你在卖掉的时候不要忘掉它 要减去你持有期间还没兑付的利息 这部分因为是不交税的 你得减去 再减去相关的税费 所以下面大家一定得要会计算 这个持有期间还没兑付的利息 是怎么算出来的 是拿你国债的金额乘以一个什么利率 日利率 按天数 看见了吗 所以他是拿年利率除365天日利率 然后再乘以持有的天数 很重要 这公式大家一定得记住了 减掉这个持有期间 持有多少天 这利息算出来扣除掉 这个必须得会算 好吗 铁路债券 咱们刚才讲完了 减半征收 不是全免 国债利息全免 铁路债券减半征收 好了 这一点大家能够清楚 这就可以了 好吗 这就是我们的重点